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中国新冠肺炎本波疫情持续延伤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最新公告 13号单日新增本土病例1337例 根据中国卫健委通报 吉林省新增895例 病例数虽然较前一日降低 但还是居高不下 总和报道 在严峻疫情之下 即深圳在昨天宣布封城7天之后 广东宣东宛市也在今天宣布封城 通告指出 今天早上8点开始 东宛市公交 地铁 战事停运 全市小区 村 社区一令实施维和管理 工厂企业 厂业园区前面实施封闭式管理 当地政府表示 全市民众非必要不离开东宛 而且严格管控企业生产 工厂企业 厂业园区前面实施封闭式管理 出入口 严格执行体温检测 实联制 戴口罩等等防疫措施 企业要将场外居住员工名单 发布属地三人小组 纳入社区管理 商办内企业单位 严则上居家办公 不具备居家办公条件企业 保留50%以下的员工在岗 建筑工地一律暂停施工 具体要按照政府要求实行 学校方面则改为线上教学 餐厅移律暂停内容 根据东宛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表示道 未有效地阻断疫情传播 东宛市疫情防控指挥办决定 在全市的范围内展开多轮核酸检测 而现在除了东宛升级防疫措施之外 中国的其他省份疫情也不容乐观 其中首都北京发现多条的传播链 北京市目前至少有6条新冠传播链 而且发生多起群聚感染 北京市方面强调 目前正处在疫情控制的关键期 呼吁北京市民非必要不出城 而在疫情造成多地封锁的情况下 今天上午还发生了 严重影响民众生活的事故 中国用于追踪使用者过去14天 到访地方的行程码发生大档机 许多民众由于行程码无法显示 只能坐困地铁公司门口寸步难行 而延误了生活日常 深感崩溃 行程码档机问题 大约在11点左右后的解决 使用者陆续回报恢复正常可使用 而目前并没有官方回应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深圳冬晚疫情延烧 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也传出了多区沦陷 综合媒体报道 继先前的中小学停课 民众非必要不离市的措施之外 上海市交通部门13号再度宣布 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上海所有的客运站 14号开始 也就是今天开始 暂停营运 除此之外 上海市13号再度要求 民众非必要不离市 如果要离开就必须出示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另外近日上海就有网民在微博以及微信朋友圈中指出 住宅遭到了政府强制的征用成为隔离设施 而且事发突然让居民无所适从 根据了解 招征用住宅为上海城家公寓旗下一系列的服务室住宅 其中大部分单位都以长足的行事租出 而非奉行酒店模式 网络上的图片可以看到 征用通知信函是由上海市嘉定区进行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盖章发出 将位于马路区的住宅单位列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集中医学观察链 又住户透露 上班期间大约下午1点受到了征用的通知 需要在3点前收拾家当离开单位 当局也没有安排安置措施赔偿等等的安排 根据了解 上海之所以如此大规模的抗议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上海市政府部门爆发疫情 媒体引述当地居民报道 巡会区政府人员集体感染 一半的人被拉去隔离 政府部门瘫痪 因隔离酒店爆满 政府强行的征用公寓作为隔离点 逼迫租户在几个小时之内搬离 对此新浪新闻询问巡会区政府 相关部门人员也证实 由于疫情防控压力较大 隔离工作必须要与时间赛跑 所以通知时间确实比较紧迫 但是并非1点通知3点前就要搬走 人员表示3月10号上午起 相关部门已经会同酒店管理方 开始对住户进行搬离告知 经过协商将租户限期搬离的时间 延长到3月10号24点 3月11号凌晨2点 公寓内租户已经全部搬离 相关部门也坦诚 由于防疫巡视紧迫 所以此次征收和撤离时间比较紧张 对于由此给相关租户带来不变身表建议 未来也会不断地完善防疫处置流程 接受市民和网友的指振 同时巡会区相关职能部门将协同酒店方 做好清退押金、租金以及补偿等工作 俄罗斯自上个月24号入侵乌克兰至今 尚未攻下任何关键的城市 而现在根据英国情报指出 俄罗斯可能将要从海陆两线进攻 目前已经封锁乌克兰黑海沿海地区 切断乌克兰的国际海上贸易 另外莫斯科也已经在亚索海 执行两期登陆任务 CNN综合报导 英国国防部今天在社群网站推特 发布最新贴文指出 俄罗斯海军对乌克兰黑海沿海地区 建立远距离封锁 有效鼓励乌克兰的国际海上贸易 英国国防部情资简报列出三大重点 第一 俄罗斯海军在乌克兰黑海海岸建立远距离封锁 有效把乌克兰隔绝在国际海上贸易之外 第二 俄罗斯海军仍然持续地针对乌克兰各地目标进行飞弹攻击 第三 俄罗斯已经在亚索海进行一次两期登陆 可能在未来数周内会展开更进一步的类似行动 除了海上布局之外 俄罗斯近期在乌克兰东边更大动作的炮轰以及占领 料想是想实施包围战术 从乌克兰北部城顺哈尔科夫到东部城顺马里坡 都可以见到俄军的踪击 甚至在马里坡过去一天之内 就已经遭遇到数十次的炮击 死伤人数达到上千人 另外一路包围则是着重在从克里米亚到乌克兰南边 尼古拉耶夫将步兵往乌克兰第三大城奥德萨推进 虽然战况不容乐观 但是英国国防部也再次的强调 由于乌克兰全国上下坚守在这场战争之中 俄军将会赔上更高的代价 俄罗斯军队占领乌克兰札波罗热州 梅里托波尔市之后 11号传出将市长费德罗夫绑架带走 接着就任命新市长 根据BBC报道 梅里托波尔市议会前议员丹尼尔琴科 在当地电视台宣布自己将就任市长 他强调自己的任务是在新的现实状况下建立基本机制 丹尼尔琴科表示 他准备成立人民代表委员会来管理梅里托波尔 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参与极端主义行动 针对欧军声称扶持的新市长CNN报道 梅里托波尔市议员们13号发表说面声明 要求乌克兰总检察长对丹尼尔琴科提起刑事诉讼 指控丹尼尔琴科已经涉及了叛国罪 企图在梅里托波尔建立未政府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 目前已经针对丹尼尔琴科展开了调查 要找出他的具体叛国试证 总检察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丹尼尔琴科宣布在梅里托波尔市 建立不符合乌克兰法律规范的人民代表委员会 丹尼尔琴科呼吁当地乌克兰人民给予委员会支持 甚至呼吁当地民众停止抵抗 相关调查刑事诉讼将会陆续的展开 而丹尼尔琴科上任之后 在电视节目中宣布梅里托波尔市将开始播放 俄罗斯的电视频道 原因是目前正在乌克兰播放的电视频道中 可靠资讯严重的不足 丹尼尔琴科的说法也让人再度的质疑他的实际立场 而现在俄罗斯明显的想要在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扶植自身势力 截至目前为止 除了梅里托波尔市长费多罗夫 在11号被俄军绑架之外 13号蒂尼伯罗鲁德内市长 马特维耶夫也遭到俄军奴揍 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 当天就夺下 曾经在1986年发生核灾的车诺比核电厂的控制权 让外界担忧 该地会爆发严重的核能危机 近几日 车诺比也的确发生了多次的意外事件 如今更传出电厂内的员工 遭到囚禁在设施内多日 因为筋疲力尽 已经停止进行安全维护作业 本月10号 乌克兰向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 车诺比核电厂断电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国际原子能总署一再地表示 担心核电厂员工在俄军守卫之下工作的状况 车诺比核电厂目前还有已经处意的反应炉 和放射性废弃物设施 目前还有超过200名员工在厂区之内工作 核电厂必须持续管理 以防再度地发生核灾 而车诺比核电厂9号 10号连续两天断电之后 国际原子能总署11号表示 当局已经派员开始修复核电厂受损的电线 试图要恢复核电厂的外部电力供应 乌克兰当局在10号晚间成功地修复部分的线路 但是场外的电力仍然处于中断的状态 显示其他地方还有损坏 因此当局必须尽快地抢修电力 在缺电的情况下 车诺比电厂一度只能依靠应急用的柴油发电机 作为备用电力运作 直到13号 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申科才表示 车诺比核电厂已经恢复了电力供应 但是危机并没有宣告结束 受困于厂内的员工 已经被囚禁超过两周将近三周的时间 厂内的存粮持续消耗 高压且不间断无休息的工作 也已经让工作人员精疲力竭 乌克兰方面向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 历劫的车诺比核电厂员工 已经停止了安全维护作业 国际原子能总署发表声明指出 已经接到乌克兰核能监管机构的通知 表示车诺比核电厂员工 在连续工作将近三个星期之后 身体与心灵都非常疲惫 因此不再对安全设备进行维修保养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